而天气不错 廉价出游 高速公路今天也涌现了车潮 尤其国道5号通往宜兰的路段 早上7点钟就一路回堵到南港系统交流道 高工局预估今天的车辆是上看240万辆次 另外平面道路像是一些观光景点区 也都是车多拥挤的状态 建议您在出门前最好先规划行车路线 以免扫了出游的性质 一连三天的228假期展开 高工局面临大考验 本来预估早上8点国道5号才会涌现车潮 没想到提前了一个小时 早上7点车辆就把国道5号给塞爆 还一路回堵到南港系统交流道 早上7点多出门 然后过了安根隧道 不久就开始遇到车阵了 然后时速都差不多10至20 10至20 所以你现在还在哪里啊 我现在应该快到雪水 快到10顶 沿路这场大型停车场 另外全线国道部分路段 也是车多拥塞 其实今天的量预估是220到240万量次左右 不会比过年的量来的大 那基本上因为这一次一个旅游的特性 可能一些短途的旅次 可以集中在一个北部区域 国道1号南下中立杨梅湖口新竹路段 国道3号南下三英大西龙潭路段 以及国道5号南下更是一路回堵到 国道3号细致路段 建议通往宜兰地区的民众 可多加利用台2和台9线避开车潮 还能沿途欣赏风景 另外平原道路一些观光景点区 像是六福村阿里山也是有车多拥塞的状况 建议出门前先规划好交通路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